HELLO 各位朋友 你们好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有一个开开心心的新年 亦希望今年你们都顺顺利开开心心 看到了 前面很丰富 那么多食物我们今天是做什么呢 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排队美食 展示出来就会给人感觉好像眼前一亮 如果是在家里做一个小型派对 或者是二人世家 甚至乎下个月就在情人节的时候 做一个情人节晚餐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转去给你们看一下 有什么 对了 大家看到这些东西在这里 我们想着今天做芝士火鍋 芝士火鍋 我先介绍一下这些材料 芝士火鍋是源自于瑞士 瑞士是一个盛产很多芝士的国家 他们也是很冷 所以芝士火鍋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美食 所以需要的芝士 你可以根据自己 家里可以自己找到 或者在外面买到的 但如果是传统的 就是说 平时你计算 最需要的就是这两种芝士 第一种就是这种 叫做 Grey 芝士 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对不对 这样的 第二种芝士就是Mento芝士 需要就是这两种芝士混合 就是这两种芝士的汁底就是这两种芝士 加一些白酒 白酒你可以选一些 比较干净的 就是没有那么甜的白酒 就会好一点 另外我就要 粟粉 如果是说调味的 就是这几样 然后当然就是有 你可以加就加 胡椒 甚至你可以加 芝士 即是芥辣 再加其中一样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肉豆扣 这样我们只是磨一点 不是整粒放下去的 肉豆扣多数都是一个硬的 好像一个 这个香料 只要就是我们磨一点 下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 那种芝士 是可以不下的 时至今天呢 芝士火锅已经转了 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你可以在家里 随便可以找到不同的 就是你去你自己所在的地方 买一些你自己喜欢的芝士 都可以做一个芝士火锅的芝士 然后呢 除了用这个白酒之外 其实呢 如果你不想要用酒 你可以用牛奶 或者其他东西 如果有小孩子的话 再加上呢 就是呢 现在呢 就可以加很多不同的味道 这个呢 就是原本的芝士火锅 原本的需要的材料 现在呢 有些人呢 也都我见过呢 是有些呢 就是用啤酒 或者是用一些 最好就是浅色一点点 没有那么浓味的啤酒 或者是用一些烈酒 那这个的食谱呢 其实呢 其实原食谱呢 如果你看最传统的那种 是会有个樱桃的白蘭地 但是我手上没有 那我可以加烈酒下去的 我是最后那时才加的 用一个汤匙很少 我就无谓 为了一个汤匙就买枝酒了 那我呢 那我就可以呢 可以加白蘭地 或者威士忌 你自己喜欢的下去 调味方面 不喜欢肉豆扣的话 可以就这样 加香蕉 甚至是你喜欢的 你加一些辣辣的东西 譬如呢 就是那些 paparica 红椒粉 或者是有些 其他你喜欢的东西 你都可以 放下去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如果是做汁底 那个汁底 其实呢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可以自己配搭自己去玩的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 我们里面呢 还有另一个材料 就是 除了汁之外 就是要送的 你打火锅做火锅 那当然是要点的 如果是 最原始的呢 其实呢 芝士火锅呢 就只是用一些 发色的硬的 大构的 硬的面包 把它切成一粒粒 就放下去 我自己呢 就喜欢软身一点的面包 所以呢 其实它也硬一点的 但是就没有那些 发色的面包 那么硬的 然后呢 我就选了两种 这种就是 Dinner Roll 很普通的那种 另外呢 这种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洋葱的包 是洋葱的面包 可以呢 增加点的时候 增加它的香味 你自己呢 可以买回 就是想做回很原始的 你也可以用回 发色的那种 硬的那种 country style country style的那种 那种 另外呢 就是有很多蔬菜 和一些 配菜去点的 那呢 就先介绍了 那你可以呢 我今天呢 就用了呢 就是这个 西兰花 有 甘筍 这个呢 就是红菜头 青苹果 还有呢 就是 车尼茄 那中间点的时候呢 你可以点肉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昨天呢 做了个rose beef 剩下的 中间的一块肉 那我自己呢 就把它呢 雪凍了之后呢 把它切一粒粒 那就可以拿来点芝士吃的了 其余的 再可以再广阔一点的呢 我们又可以呢 买一些这样的 肉腸 又是把它切一粒粒 甚至乎呢 就可以呢 点这些风干火腿 都是可以呢 拿来呢 做这个 芝士火锅 芝士火锅里面的材料 封剑油仁 只是你自己喜欢 就可以发挥你自己的想像 去加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另外呢 就是一些其他材料 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材料呢 就是柠檬了 那我们呢 需要柠檬汁 和白酒 混在一起来做 酸酸微微的 让它提起 提起芝士的香味 和解离 就没那么离口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蒜头了 开始了 首先呢 我第一样东西呢 先处理了青苹果 这里呢 有点水 那些水呢 我就放了一点点白醋 这样呢 青苹果呢 我平时呢 就是这样呢 切头切尾 然后呢 我就可以 你可以这样 批皮 但是呢 如果呢 今天做这个芝士火锅呢 会漂亮点的话 就可以不批皮 这样呢 我就切掉它 切开了它 切掉它 深之后呢 接着呢 我就可以把它 切一粒粒 切到呢 容易一点 容易一点 切到 又不要太细了 这样呢 这样呢 就可以很容易地 让它们一切到来吃 这样 这样呢 我们大家呢 都切 接着浸浸它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变色 第二样要处理的呢 就是些菜了 这些已经洗干净了 那这些呢 这个呢 就是红萝卜 那这些呢 是有新的那些 整棵有叶的红萝卜 那我就不批它 我只是批了一些深色的地方 其实我都可以不批皮 其实红萝卜的皮 其实是很有益的 那我就不断地批一批它 我不是这么批完它 都可以的 然后呢 然后呢 红萝卜刀 我们切它 一个可以刺到它的大小 这样 不要太小 但是不要太大 这样 这样 最好一口 那只这样 我又可以切好了 放开它 接着 我最后呢 我最后才处理红萝卜 是因为我不想那把刀染到红菜头之后很红 另外呢 就是我要柠檬了 柠檬了 我大约要一个汤匙的柠檬汁 先搓一下 然后呢 我要一个汤匙的柠檬汁 一个汤匙的柠檬汁 做好了 到最后呢 我暂时不需要切其他东西的时候 我就将红菜头切了 看下你想做多少个 两至三个 其实都已经很够了 因为都很饱 红菜头很有益 它沙汁都可以的 很多人呢 就会烧烤了 即是焗了 焗到它很软的吃 或者是烧它 今天呢 我们就这样 你可以这样吃的 如果你忍受到它那种沙味的话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可以烧一烧它 也可以的 红菜头呢 我就切它一切一切 好 好 搞定了 接着呢 我们有一波水 那我就拿一张红萝卜 和这些香蓝花呢 就把它放进去 搓一搓它 滓到这么顺 流起了之后 我用的水呢 就搓在这个 红菜头了 好了 我们搓一搓它 等到它熟了 不需要弄得很軟 其實爽爽口就會比較好吃 除了它之後 就可以把它留起來 然後就可以放一些紅菜 如果可以吃生的可以不做 我可以吃但我先生喜歡吃 不是那麼生的 就可以把紅菜頭放進去 灑一灑 紅菜頭的顏色很厲害 一下去就馬上就這樣 在灑的時候 我們就處理了芝士 這隻Growl Cheese 我賣了200克 然後我大約兩個芝士 最好大家都一樣 就是一樣重量 一樣大約200 所以這塊大塊一點 這是Ameno 所以我會很濃 我會再將它切 切到200克 就可以一起用 我現在看看這個 會不會有多少 剛剛撕到 不要緊 我大約除了 這個芝士 就把芝士切成200克 切成200克 先看看 嘩 192 193 差很厲害 好 真的差幾克 只差幾克 多一點 拌好 200克 另外就是這個芝士 其實這個芝士 是一塊很大塊的 硬的芝士 可能邊上 還有些焦紫 所以我們可以切掉 不要 太硬的地方不要 Growl 這個芝士就比較 油分重一點 鹹一點 另外這個芝士是軟一點的 我的手也是用了紅菜頭 所以用一些顏色 然後你可以用芝士的跑 或者你用一些 Food Processor 你可以幫它剝掉 如果像我這樣沒有的話 切回它 細細條 又有底 這樣就可以了 等到它容易溶 很簡單 你喜歡刨絲也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 我就 冷一點 這樣 做多一點 切多一點 然後 就可以進去下一個步驟了 好了 到我們 主要芝士汁的做法了 這裡就有一個鍋 這裡就是芝士鍋 這裡 首先我們 就用蒜頭 然後 搓一下 這個是傳統來的 其實 你不做這件事都可以 我覺得整塊蒜頭 放進去煮都可以 如果我們玩 起起玩 傳統呢 不如我都跟回去 試一下 其實 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然後整個內鍋 整個小鍋 都把它揉好 把蒜頭揉好 然後呢 這裡呢 有一些就是 鷹粟粉 有兩種做法 有些可以整個 拌進去 芝士裡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放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放 酒啊 放 檸檬汁等等 那些 這樣呢 另一個方法呢 就是直接倒進去 酒裡 讓它煮結了 這樣 其實每個方法都沒有問題 的 那我就覺得呢 開爐 先 不要太大火 小小火 那我先把酒放進去 檸檬汁放進去 煮的時候呢 就需要一個 味噌 等到它呢 等一下 可以什麼 那現在呢 你可以在這個時間 你可以 放這個下去 或者拌進去 那個芝士裡 那我就覺得呢 放在這裡 我會好一點 我只需要一湯 這裡有多的 其實 不用要太多 然後呢 拌勻 用這個味噌 慢慢地拌勻 接著呢 就是慢慢煮 甚至乎呢 剛才那個蒜頭 我覺得呢 都可以放在一起煮的 這樣呢 這樣呢 就 可以香一點 但是你不喜歡的 我不吃那麽 蒜頭味的 你可以不放下去 都可以 接下來呢 我們呢 就可以呢 等到它呢 煮起了它 等它呢 微微呢 滾起了 那我就可以呢 就把 芝士慢慢下去了 其實 最重要的方法 前面那些呢 都是洗洗切切切啊 摔下去 最主要呢 是做這個芝士汁的 其實其實 其實呢 如果是派對小吃 叫人來玩呢 這個就真的 比較簡單 方便 真的 不需要怕 煮不好 那它開始呢 有一點點煙出來的時候 我先開小 我先關掉它 這樣呢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慢慢把芝士放下去了 然後我開火 那些芝士呢 慢慢放下去呢 就煮溶了 不要一次過放下去 慢慢煮 如果呢 你呢 末末呢 那這些芝士呢 那當然这些芝士就會容易溶 啊 那便比較方便 那它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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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溶的芝士 所以一手一手放下去 很快就完成了 不过一路煮的时候 最好用芝士搅着 就会好一点 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加入 黑芝士 你可以不加的 因为加上黑芝士 就会觉得煮到芝士 不够白 这个豆扣 我都可以这样放下去 就是磨一点 其实不需要太多 真的磨一点 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味道很浓 怕有些人吃不到 就不要 不要放 接着 可以放一些 所以 昨天自己也是 开了瓶瓶 不要浪费 放一点 放一汤匙 放一汤匙 可以放白蘭地 或是原始的 就是用櫻桃味的 白蘭地 也可以 混合 最后再加 最后再加 它的酒味仍然在芝士里 就会很好吃 好 回来了 芝士火鍋已经做好了 整个 红菜头 芝士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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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另外有肉肉 有不同的 凍肉 麵包 还有青苹果 这样就可以吃了 刚才放进去拍照 可以刺 最主要是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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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它这个就不同 平常有拉斯感 但是放进去 接着呢 给你们看一下 接着就可以吃了 好香 芝士味 还有很香 白酒味 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 像我这样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烤牛肉 其实肉类也可以用来蘸 重点推介就是青苹果 为什么呢 因为 芝士会流 吃吃吃吃看 那青苹果 酸酸的 这样 这样 就会令到你吃下去 清一清 就没那么好似 没那么流 吃完这一块 青苹果呢 就是要浸一浸 浸一浸 那些醋 就会变到它一样 那么稠白 就不怕它黄 不漂亮 开派对 做一个这样的 小小的 做一个 配上 自己喜欢的酒 我今次这个是Pinno Grigio 来的 一杯酒 加这么多美食 还有一班朋友 冬天的时间热烤烤的 围着一齐吃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还有今年 大家都纯纯理理 身体健康 Cheers 下次再见 拜拜